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戏剧新生活 我们最开始其实还是希望把这个节目呈现给那些 并不是很了解戏剧和戏剧人的生活的普通观众 然后希望可以用一个比较大众化的综艺节目的形式 可以用来把它把严肃艺术推向更多的更广泛的一个市场 更广泛的一个观众的一个人群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并不是一个很狭窄的受众群 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说把它给了那些个 当然首先喜欢戏剧的或是从事严肃艺术工作的人 一定会关注这个项目 关注这个节目 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还是这一次我们的拍摄 让更多的原本不了解戏剧或者没有接触过戏剧 或者是想要接触戏剧 但是由于空间 所处的空间 然后他们生活的环境造成了一些障碍 使他们没有办法 比如说没有剧场的城市 或者从小到大没有过一些戏剧的影响的一些地方 那么在这些地方可能会给这些观众带来一个很新奇的感受 说哇原来戏剧是这样的 原来舞台剧严肃艺术也这样的有意思 也这样的贴近我们的生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首先它是一个综艺节目 那么我们在一个国内最大的几个播出平台之一 就是爱奇艺播出 首先它的基础是它是一个综艺 那么综艺的特质里面它要有有趣的东西 有好玩的 有趣的 然后还要有一些可能是让普通观众可能原来看不到的 比如说像是一个做这些戏剧工作的人的幕后生活 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类似于实验型的 像是做实验一样 虚拟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说他们八个人是一个剧团 是一个群体 但是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然后里面会有一些游戏 然后会有一些缓解 那么这些我觉得都是对于通常的看综艺的观众会喜欢的部分 因为他们会觉得很有趣 是他们平常的生活接触不到的东西 当然我们还有就是有一些明星的加盟 明星参与到其中 比如说像很著名的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很著名的演员 很著名的歌手 音乐家 很著名的导演 那这些人他们的加入呢 会使观众说 哦原来他们是并不是只是八个不为人知的年轻人的故事 还有很多的已经非常有知名度的人在参与其中 这是他第二个可以吸引到观众的地方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本身这个制作 我们的从导演演敏 就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 在国内非常优秀的一个综艺节目的一个大导演 包括整个的制作团队 我们的不论是从 从制片方还是从制作方 还有整理整个的艺人统筹的这个方面 我们都非常的专业 那么这些专业度 包括我们播出的专业平台 也会对观众有一个很强的吸引力 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我觉得 吸引到观众的原因 还是因为你有一个梦想 你有一个赤子之心 那么你的这个愿望 被很多的观众感受到了这个真诚 你是有发心的 有很清晰的目标的 所以我想要通过 这也是我做这些事情的一个基础 就是我想用一个我很熟悉的 娱乐性的一个形态 去传递一个很严肃的 然后并不是受大众观太多关注的 这样的一个艺术门类 我觉得这是最终会吸引到观众的一个基础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最难的一个挑战就是大家 可能因为它没有人做过 就是因为它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大家就会画很多的问号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做一个 没有那么高的成本的一个很新鲜的事情的时候 可能它影响的面不那么光 就是你不会让太多的人会画问号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如果想就是只想做一个舞台剧的话 可能它不需要很高的成本 可能在很小的范围内传播 那么可能大家对它的怀疑就会少一点 但是我是做一个在很大的一个公众平台上的 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投资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会有人问说这是什么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个事情能不能赚钱 当然我们事实上没赚钱 这个也是一个后来也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当中提到了一个一层条 也算是一个挑战 就是说如果一个戏剧的工作者 他依靠戏剧本身能不能够生存下来 这是我们提出的一个挑战 那他们在这个节目当中做的实验就是在挑战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用戏剧的方式活下来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遇到同样的挑战 就是我们用严肃的艺术 虽然是用综艺的形态 虽然有很多明星有很好的平台加持 可不可以吸引到商业的目光 是不是今天所有的商业都将 多数的都将去涌向的还是所谓的流量 或者是比较泛娱乐的东西 那这是我当时心中其实感受到的比较大的挑战 那么还好就是在那一年我们遇到了很好的客户 一个奶粉的品牌 遇到了平台一个非常好的有情怀的平台 爱奇艺 那么我们就配合在一起做了第一季的戏剧系终活 那么这个其实是很难得的 当然其实这个挑战不仅在那个时候发生了 其实在今天依然在挑战我 那么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大家在期待 我们有没有第二次第二季 但是我们就一直还在重新的规划 那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 大家还是以商业的目标来考量 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那么我们现在也在想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状况 如果我们不可以去用严肃艺术赚到更多的钱 让它可以继续下去的话 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我们做这件事情的成本变得更低 那只有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反正现在这些挑战我觉得将会 不论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还是在我实际的日常的生活的其他的工作当中 都一直存在着 那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理想和现实之间是有一个距离的 而这个距离可能是要做出一些让步和承担才可以完成 因为这个是真的是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份输入 就是可以获得这样在 因为我们对这个奖其实一直都很了解 因为它应该算是在整个亚洲电视行业最具有含金量 也最具有公信力的一个奖项 那么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奖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吧 我觉得当然作为我作为这个节目的发起者 我代表整个的平台也好 然后我们的导演制作团队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八个年轻的戏剧人 还有我们的戏剧参与到其中的我们的戏剧老师 赖声川老师 我们觉得太荣耀了 就是得到这样一个奖项 因为这个认可其实是一个来自于专业的 也是来自于观众的双方面的一个肯定 而且我也期待着这个奖可以给我们带来好运 带给我们能量 让我们可以把第二季戏剧性生活 不论以什么样的形态 在什么样的平台都可以让它继续下去 让这样的一个探索 让这样的对于严肃艺术的一种发心 它不会终止下来 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有一个总的一个题目 就是你们能不能生存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用了莎士比亚 在他的那个哈姆雷特里面的一个 哈姆雷特的一句台词 就是生存还是毁灭 就是这样的一个台词来 作为我们当时这个节目的开场来 所以整个的主题就是一个 你能不能生存的一个主题 那么这个生存很简单 就是你依靠于你最熟悉的舞台的创作 能不能够让你有房子住 让你有饭吃 让你可以有工作 然后让你有尊严感 我觉得这些是我们提到最基本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当中 我们就提出来 让他们一共要完成八部作品 因为他们是八个人 八个人我们就想说 每个人都有一个作品的概念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开始由他们自由创作 其实这一次的拍摄非常有趣的就是 它前面有很多的未知 就是到底他们会排一个什么戏 会怎么排练这个戏 这个戏将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只有一个规定就是 你不可以超过三十分钟 因为太长了我们播出不了 播出的时间不行 其他的我们都没有去干预了 所以这次的戏剧新生活 所有的每一集的主题和里面的内容 就是他们的戏剧的内容 都是由这八个戏剧艺术家们自己完成的 但是在综艺节目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每一集都是在根据上一集 他们自然产生的改变 发生的变化 我们在做的做的调整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最后确定的每一集的大概的一个主题和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